Mouse open啊 Free Sound 嗨 我是六指淵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影片音效的注意事項 一支影片的氣氛渲染 很大一部分取決於音效 像是如果你要浪漫的 喔 有沒有 這很柔和的音樂 或者你要恐怖的 好像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或者你要很有英雄感的 欸 氣勢就很磅礡有沒有 因此配好音效 你的影片就成功一半了 那這次的教學 我們以K-COP手機剪輯軟體 作為教學示範 那我們準備好就開始囉 調整音量 影片剪輯完成之後 可以播放過一次成品 聽聽看音量需不需要調整 這裡有兩個比較 可以讓大家感受 調整音量的重要性 可惜很多手機的剪輯APP 都不會有專業的音量參數 可以供參考 所以你可以先在YouTube播放一支影片 然後將手機音量調整到舒服的大小 然後再回到剪輯APP內 再聽過一次自己剪輯的成品 那你就可以判斷出 是否有哪裡要再更大聲 或者再更小聲一點 那如果有哪一個段落 需要特別調整音量 可以先將那個段落裁切下來 然後利用底下的線性功能 在當前的時間點 將影片切割開來 那切割好之後 點擊獨立出來的影片 點選音量 那我們只要把音量調整字 聽起來舒適的音量即可 那此外也可以特別注意 整部影片的音量是否一致 避免有聲音忽大忽小的狀況發生 再來是收音出包 聽到收音出包的故事 就好像聽鬼故事一樣 再讓剪輯師都聞風上膽 有時候在錄製影片的時候 往往會有器材出問題 或者是忘記收音的狀況發生 或是旁邊整個環境都太吵 有太多車流量 或者是你的冷氣聲音很大 整個蓋過你的聲音之類的 那你都辛苦拍完了 遲遲可能已經來不及 重新錄製一次影片了 那以下我提供幾種可以補救的方式 首先因為我們聲音沒有收好 它可能是沒有聲音的 或是很吵我們把它拿掉 總之是寂靜的 那我們可以加入一些背景音樂 或是旁白 來填補這段尷尬的寧靜 我們在AppNet點擊軌道下方的 新增音訊來新增音效 那我們點擊音效 這裡有提供一些內建的音樂 可以供使用 這裡可以替影片加入背景音樂 英文叫Background Music 或者簡稱BGM 那我們靠BGM來填補的話 可以在事後想辦法讓畫面更精彩 那可能利用轉場或是裝飾畫面 來讓影像的部分更有看點 這邊播放BGM的補救片段 那你也可以點擊特效 來新增一些特殊音效 那我們就可以讓畫面藉由特殊音效 來達成一些逗屑的效果 那它可能就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是不是就還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配音 我們就可以自己錄製旁白 就感覺好像說書人 在看圖說故事一樣給大家聽 這其實也滿有一番風味的 很多VLOG也都是這樣子在呈現 大概就長這樣 好的 我們來看看這名男子 他正在向觀眾展示他的墨具技巧 他拿起了一塊卡板 唯一的功用就是發出一些聲響 懶得現在他唯一的用處也沒了 好 另外這裡有一本打不開的書 看來只能拿來刪封呢 還有一塊小時鐘 它的動力來源正是你的手指 音樂版權 在新增音訊內你可以選擇已擷取 那它就可以從你的手機內 匯入自己的音樂來當作BGM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自己準備的BGM是否有版權問題 這如果嚴重的話 會讓辛辛苦苦的創作出來的作品 面臨法律問題 那你如果要免費的無版權音樂 可以到YouTube的音樂庫 或Mouse Open啊 Free Sound 一個一個聽 那搜尋你要的情境去下載 那甚至啊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也可以到Authlist.io 或是Dramando Music 花一個1000元左右 買一首歌曲的版權 作為你日後常用的BGM 欸 也不錯 配音注意事項 在配音的時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項 首先我們在搭配BGM的時候 要針對畫面的情境去做選擇 那我們可以適時的切換音樂 避免同一首歌強加到底 因為我們影片有起承轉合 你可能不能用同一首歌就貫穿所有 所以這裡有幾個範例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配樂的重要性 好 首先讓大家聽聽看 錯誤的配音長怎樣 好 那再來讓大家聽聽看 硬幹的配音會長怎樣 那最後聽聽看正確配音應該會長怎樣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出差異喔 搭配正確的配音情境 同時也可以多方思考如何配音 能讓影片更活潑有趣 那就讓大家適當的加入音效 讓你的影片更加畫龍點睛吧 那一樣發揮你的創意 剪輯完成後就可以來參加今年的 神腦陪你一起記錄生活 手機指示短影片競賽囉 神腦基金會大碗祭出10萬元價值的獎品 只要90秒內手機指示短片 就有機會獲得 首獎三星Galaxy S22 Ultra旗艦手機 還有神腦生活購物金3000元 還有其他更多獎項毫你講不完 甚至動動手指也能拿大獎 報名直到5月23號下午5點止